很多人总是分不清 find, find out, look forward 他们三个都表示找的时候该怎么去区分 今天我来告诉大家该怎么去区分他们三个 注意啊 find,它本意是找到 侧中的是找到的一个结果 要么你就找到了 要么你就说没找到 就这样一个结果 比如说举个例子 I can't find the key to the car 我找不到车的钥匙了 找不到钥匙这是个结果 我就是没找到 那也可以说我找到了车的钥匙 这都是一种结果 注意它侧中的找到是结果 找到 就记住这个意思是找到就可以了 好咱们来看一下find out该怎么去理解 find out表示查明弄清楚 你看find是找到对不对 out表示外面出去 你看你出去去找这个东西 不停的出去找出去找出去找 为了什么呀 咱们目的就是为了弄清楚 对吧 所以说咱们要出去找不停的出去找它 所以说find out表示弄清楚弄明白 总而言之要大家要记住 find out是需要动脑来的 你要想弄清楚它肯定要动脑筋对不对 不停的在外面去找 需要动脑筋 比如说这个例子 please find out when the train leaves 请查一下火车什么时候离开 就是你要查一下需要动脑子对不对 所以说你要只要是看到这种例子啊 需要动脑筋去思考的 需要把它给弄清楚 咱们就用find out出去找 需要弄清楚弄明白明白了吗 look for什么意思 look for表示的是寻找 你看look是看对不对 for是为了什么而看 我为什么要为了什么而看呢 因为我要寻找一个东西 我要找一个东西 所以说为了什么而看 就是寻找的意思 注意它表示寻找跟找到是不一样的 寻找是你找的这样一个过程 找没找到不知道 find是表示找到了 或者说没有找到这个结果 懂吗 比如说看个例子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你正在找什么 你正在找什么 还没有找到 对不对 比如说I am looking for my key 我正在找我的钥匙 反正就是没有找到 正在寻找这样一个过程 明白了吗 好 最后咱们再来巩固一下 find表示的是找到了这种结果 要么找到了 要么没有找到 左然一着它意思就是找到 find out表示 我要在外面找 我要出去找 为什么要出去找 因为我要不停的找 因为这个时候我要为了是弄明白弄清楚 需要动脑子的 咱们要find out look for什么意思呢 表示为了什么而看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什么我要看 我要去寻找它 我不停在寻找 不停在寻找 找没找到不知道 它强调的是寻找这样一个动作 明白了各位 所以说把它们三个再好好去练习一下 去记一记